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因推动官员财产公开 教育平权等多项中国公民运动 而入狱四年的中国维权律师许志勇 两年前和另一名维权律师丁家喜遭指控颠覆国家政权 被中国警方带走 6月17号召开庭前会议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辗转取得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 陈家平拍摄的许志勇纪录片《政治家》 并授权自亚洲电台首发 滕彪律师17号接受本台专访 以下就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对滕彪律师的访谈 介绍一下您现在手中拿到一个怎么样的片子 陈家平拍摄的一个关于许志勇的纪录片 名字叫《政治家》 就是拍摄了许志勇推动公民维权运动 尤其是教育平权运动整个过程 包括2013年他入独立之前的很多活动 也包括他2017年就是出独立之后的一些采访 陈家平他作为这个片子的导演 还因为这个片子被中国公安抓捕 关了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片子花了多久时间完成 陈家平被抓的时候这片子已经完成了 他总共花了好长时间 就一直在跟踪许志勇拍摄 可能从2012年甚至更早 所以这片子前后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也有很多外界从没有见过到的一些画面 陈家平他被抓被关之后 这个片子就没有办法与公众见面 现在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够发布出来 应该说在许志勇明天 应该就是今天要进行开平田会议 这个时候让更多人了解许志勇 他所做的是他推动中国维权运动的情况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片子 我看了这个片子是深受感动 那您刚刚讲就是说片子里有蛮多 就是过去都没有看到的画面 大概是您印象比较深的 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 包括许志勇他和很多家长 那些非经级户口的那些家长 在北京推动中国教育平民权 很多画面 很多这个集体行动 然后有很多参与者被抓被打等等 这是过去基本上你没太见到的画面 还有就是许志勇出狱之后 他又和导演一起去关过他的监狱 然后有很多对话 包括片子那边也有许志勇 关于中国法治人权 中国的未来的一些设想 所以还是有很多新的画面 然后导演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 而制片人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权纪录片 这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有这个许志勇的纪录片 像这种就是比较艺术化的纪录片 可能是第一次吧 过去这个陈嘉平他也还拍过 关于教育平权的纪录片 然后呢许志勇也出现在 其他不少的这个关于中国人权的纪录片里 但是这个是对就是以他为 就是唯一的核心人物吧 这可能是第一次 介绍一下陈嘉平 他的一些背景 以及他被抓之后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对陈嘉平是 实际上他很多人知道 他是中国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 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诗人 我认识他也是就是在公盟 然后他对公盟做的很多人权工作有兴趣 然后呢后来他就开始拍摄相关的纪录片 我很欣赏他的诗 然后他也出版过其他的一些文章一些书籍 他2012年拍过一个关于教育平权运动的纪录片 叫快乐的多数 2020年3月份被抓 然后并且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然后他的很多拍摄的东西被查处 被没收 出来之后也是就是经常受到 受到这个警方的压力吧 这个时间点播放这样的一个片子 他的意义 许致勇他是中国民间社会推动中国维权运动 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权力 是一个也是一个法律学者 那他从20000年前后参与中国公民运动 一直扮演非常突出的角色 而且也因此被多次被抓 2009年被关过一次 2013到2017年被判刑 4年 那现在又面临审判 同时还有和他一起推动中国公民运动的 丁家喜和常伟平等等 很多人包括许致勇的女友 李敲楚都被关押面临审判 而且给他们定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政治罪名 应该说就是许致勇 他是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个典型的人物 一个代表人物 这个片子也看到了就是许致勇 他的这种非常坚定的信心 非常勇敢的行动 也是有很多公民在一起 在这种非常非常艰难危险的情况下 来推动中国基本人权 推动中国的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中国就是法治人权状况的真实的一面 以及中国还是有一些像许致勇 这样的勇敢的维权人士 在推动中国进步 对于中国政府所指控许致勇的这些罪状 您自己本身的这个主张是什么 许致勇有没有罪 我从1999年就认识许致勇 我和他一起参与中国维权运动 一起共事过很多年 对他是非常非常了解 他对推动中国的人权法治民族 有非常深的这种热情吧 然后投入这个有非常非常大的牺牲精神 他也是为了推动他的这个理想 付出了很多代价 经常的被抓被打 而且放弃了很好的在中国发展 就是很好的这个就是机会吧 所以中国他是北大博士在大学教书 就是可以有很好的享受 很好的这个发展空间 但是他全都放弃了 那他从来没有主张暴力 主张这个违法的手段 去推动人权工作 所以给他的这个罪名 无论是2013年的这个扰乱公共秩序罪 还是现在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 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 受到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尊敬 很多人的这个追随 他当然没有犯任何罪 您希望这个片子在这个时间点播放 能起到什么作用 对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多的关注 学生用这个案件 通过这个片子更直观的了解中国 维权人士 意义人士的促进 以及中国略以恶化的人权状况 谢谢您说话 好 谢谢 好 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台北报道 因要求赴美探望病危的妻子遭当局关押 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批捕的中国异议人士郭飞雄 过去半年以绝食抗议 6月16日 郭飞雄与律师会面之后 提出了三点诉求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原名杨茂冬的郭飞雄 自去年12月被捕后 几乎与外界隔绝 姐姐杨茂评向本台证实 律师6月16日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与弟弟进行的视频会面 中间无数次就说是 这个案件没有到检察院 不能见 不能见 决策当中决策都是半年多 我们申请无数次申请历史见面 就说是危害什么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 杨茂冬那么一个那个人 哪有什么国家机密啊 就不让见 郁肯定是在不停地跟公安机关写信 我呢不停地也在打电话 反正这一次也上见了 见了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郭飞雄取年因要求出境到美国 探望患癌的妻子而失去自由 过去半年一直绝食抗议 仅接受管食 今年3月也就是妻子张 当亲病逝后两个月 郭飞雄曾写信向杨茂萍交代身后事 律师成功会见郭飞雄 让杨茂萍暂时松一口气 他自己本身说的 他输了十几斤 但是走路还比较稳 他抗议对他的巨步 给他安了一个三栋颠覆政府罪 这个罪停起来都很可笑 一个人能够三栋颠覆政府罪了 所以这个罪名比较荒唐 他也抗议当时他在他妻子病危期间 他申请出国照顾妻子 政府没有一点摧影之心 就没有准许他去看妻子 所以导致他妻子在生命的最后 非常绝望 这是不人道的一种行为 切日病危期间 郭飞雄曾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发出公开信 呼吁允许他前往美国 去年1月 郭飞雄试图登上 从上海飞往美国的航班 遭当局拦截拘留 一年后 他被广州市公安局 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正式逮捕 与律师会面期间 郭飞雄提出三项要求 包括错请当局成立专门调查组 对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局 进行调查和追责 要求中国全国人大 撤销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 不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规定 敦促中国政府实行人权变革 民运人士杨子力则担心 当局会不审不判 把好友长期囚禁 当局让他见律师 那比不见肯定有前进的一步 也许是因为他的健康非常恶化了 在这种压力之下 当局才让他见律师 当局不会轻易放他 他首先他不放弃他的政治理念 当局又不愿意为他来开惯例 他的夫人行家去世的时候都没有让他出来 那现在更不会让他出来 远及湖北的郭飞雄因投身新公民运动 和南方街头运动而为人所认识 他曾经两次入狱 包括因设计组织街头运动 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判囚六年 直到2019年8月才刑满出狱 因为他出狱之后一直处在一个行踪淫没的一个状态 最多呢在网上用匿名写一些这个跟时政没有太直接关系的 他仅仅是因为他妻子生重病这个事以后 他才不得不高调起来 因为给中共写了两份公开信就要判平了 他这个也说不过去 妻子张青在美国病逝后留下一双成年儿女 据了解母亲离世导致郭飞雄小儿子情绪深受困扰 甚至因此而暂停学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唐山打人事件发生一个星期后 受害女子的实际伤况依然不明 医院否认受害女子去世的传闻 互联网出现了大量的贴文 也有记者前往唐山采访 却遭无端扣留 中国网信办17号发布消息 你已规定为实名制的用户不得跟贴 言论管控更上一层楼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已过一周 不过质疑声音仍然持续发酵 因为目前受害女子的实际受伤情况仍不明朗 外界担忧可能比官方及媒体的说法更为严重 近日互联网上流传有关受害女子已经去世的消息 不过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在17日就对中国媒体 中国新闻周刊否认此事 表示这个被打女子去世应该肯定是没有 本台记者17日致电给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部 不过医院接听的人员表示不清楚 随即挂断了电话 有南方快讯的记者发布视频记录医院影像 表示在医院现场见不到伤者的父母家人 病房也有多人看守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说 恶意事件的受害人家属发生更容易引起舆论关注 因此当局首要做法即是通过恫吓收买等手段 让受害人的亲友近身 避免事件延烧引起讨论 杨建立说 此外 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的一名记者在微博发视频称 在唐山采访的过程中 被唐山市的派出所民警无端扣留 遭遇暴力执法 引起网民不满 杨建立指关注受害者和案情发展的舆论 若是持续延烧 将会引发民众对于当局体制的检讨 而这是中国政府最不想看到的 事发至今互联网上出现大量呼吁当局具体通报的有关贴文 包括要求了解思维受害女子的具体伤势情况 以及当地政府对于加害者的相关惩处等等 不过部分贴文却被微博标上此内容为不实消息 以处理的标签 本台此前报道 新浪微博就唐山打人事件 处罚于万条违规微博和数千个账号 前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查员刘立鹏就对本台说 许多关注受害女性性别暴力的贴文 即使并没有号召群众行动都被删帖屏蔽 反而改强调当局打击涉黑涉恶的行动 刘立鹏说 现在的这种舆论引导虽然很粗诚 还是可以看到把这些女权主义相关的这些讨论 包括涉及行动的 还是只是说一说只是提一嘴 这样都会被删掉 然后把这些突出警方打黑除恶 刘立鹏表示舆论发酵后 包括过往相关性别暴力案件 判决不平等 黑社会问题和法条相关的疏漏都成为讨论重点 他说 就是按常识来讲 网信办必须要压制这件事情 无独有偶 中国网信办17日发布消息称 你规定不得向未实名制的用户 提供跟帖评论服务 包括发帖回复留言弹幕等 刘立鹏说 之前大部分网站的评论弹幕的审查 都不如贴文视频本体言格 因为这是不能被转发 也不能被直接搜索到的静态内容 这个要求看起来像是常态化的堵漏洞 不留思教 一个实名制的要求 也就证明之前不少的平台 对这种不太需要用审的这种内容 直接就没有去严格执行实名制 他感叹中国盛差制度就是如此 无所不用其机 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堵出来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 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通过减少甲烷排放等方式 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并共同讨论了俄乌战争期间 如何稳定全球能源市场 在美中关系被视为陷入50年来最低谷之际 拜登政府在气候变迁等问题上 能否与中国继续合作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综合报道 周五 美国总统拜登主持了主要经济体论坛 第三次虚拟会议 召集全球20多个国家 讨论气候变迁和能源问题 拜登在会中宣布 美国和欧盟将启动遏制甲烷排放的下一步计划 以实现到2030年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0% 计划将着重于消除石化燃料营运当中的常规燃烧 并减少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甲烷污染 拜登称这是一举两得 既可阻止超强温室气体的泄漏和燃烧 也能为需要的国家提供能源 同时 拜登还呼吁各国联合斥资900亿美元 加速清洁能源技术商业化 并开发减少农业排放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新肥料 美国将为此投入215亿美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与会 而由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震华代表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 谢震华和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曾在上个月多次会面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 美中两国去年11月宣布一项框架协议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包括减少甲板排放 逐步淘汰煤炭消费和保护森林 不过目前美中竞争日益激烈 双边关系被视为处于50年来最低谷 俄乌战争更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可能武力攻台的担忧 美中在气候变迁领域的合作能走多远 外界也在观察 本周四 美国两党参议员联手提出一项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 要求大幅加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其中包括 若中国对台湾发动任何侵略行为 将对其实施严厉制裁 并将在未来四年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 以及把台湾指定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该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议员梅南德斯和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共同发起 他们称 这将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 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 梅南德斯还说 该法案发出一个明确信息 即中国不应该重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覆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近日中国地方财政频频亮出红灯 广东省江阳市一家国资控股的公交公司发布公告 宣布由于公司亏损严重 资金链断裂 已经无法支撑供期线路的运营 因此决定从本周五开始停运 但稍后该公司又收回了这份告示 引发舆论热议 与此同时 深圳一家供业链公司因贷款被拒资金链断裂 导致大量货物在港口积压 请您本来记者乔龙的报道 受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 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更有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停运 据天目新闻网站报道 广东省阳江市一则关于公交线路的停运告示 引发网民热议 告示称由于公器公司亏损严重 现资金链断裂 已无法支撑公器线路运营 决定从2022年6月17日开始停运公交路线 复班日期是情况另做通知 落款是阳江市月运朗日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报道还称6月16日下午 天目新闻联系到阳江市月运朗日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此前确实收到了停运通知 不过13日下午就接到了恢复运营的通知 目前是继续运营的状态 财经评论人士蔡胜坤 本周五就此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杨江所暴露出的公交车经营困难的问题 在其他地方也存在 他说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例子 我也看到最近有很多远海的地区在降工资 尤其是公务员 云南有公务员或这个事业单位的拖欠工资的现象 特别的严重 如果经济没有大的这个转机的话 如果是还继续地实现现在的清零政策的话 下半年的经济会出现重大的这个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 广东省阳江市月运朗日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股东市广东月运朗日股份有限公司和 阳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比例分别是65%和35% 该公司为广东月运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国有控股子公司 公司总资产3亿多元 员工3000多人 控股持股公司8家 港资公司1家 全资子公司18家 金融学者司令认为 公交公司作为国有企业 如果基本运营都难以维持 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出了大问题 他说 因为今年的新冠疫情出现了大面积反弹 很多地方实施封控 中国的进出口货运公司也面临巨大的困境 十天前 深圳一家供应链公司宣布 因银行贷款被拒 资金链断裂 无力交付国际集装箱 抵达深圳港口的巨额制港费 以及后续清官派送操作等费用 该公司向客户发出的一份声明 写道 尊敬的各位客户 深圳市某某供应链有限公司 前期因为以下几点原因 导致资金问题 1. 口岸管控问题 货柜在口岸积压太久 产生较高的堆存费 2. 该公司第一时间 积极处理口岸堆积柜子 后续柜子一起到港 财经评论人士蔡生坤认为 最近5年在国进民退去世下 政府的优惠政策往往向国企倾斜 民营企业受到压制 其经营举步维艰 而新冠疫情让民企面对的困难 进一步加深 他说 所谓的国进民退 民营企业已经都基本上低上了决怒 尽管某个领导出来喊喊话 对民营企业要怎么样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政策 都是倾向国企 打压民企 而且给民企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 据中国共商联发布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显示 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人数 约8400万人 同比增长约7.7% 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税收的50%以上 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 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60% 民营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 民营企业成真就业人数 占全国成真就业人数的80%以上 民营企业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90%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补教龙头新东方 因为双减政策去年营收大减八成 资遣了6万员工 近日靠着文化带货的双语主播董宇辉的带动 新东方股价6月以来涨了7倍 然而有分析认为 这是中共要除掉的行业 新东方这团火很快就会被灭掉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6月16日 董宇辉在直播间卖玉米 让许多网友忍不住感叹 我就买个玉米 你就给我讲哭了 因为脸型方正 自嘲撞脸兵马俑的董宇辉 在直播页被称为一股小青青 没有传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花鞘 董宇辉散文式的云淡风轻 让观众跟着走入了文清风的情境里 董宇辉带起了新东方旗下的东方甄选 粉丝暴涨总量突破千万大关 而6月以来 新东方的股价涨幅接近7倍 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 在最新一期的《老鱼闲话》写道 我想做农产品直播带货 帮助农民致富是一件挺好的事 而这也用上了新东方老师 能说会道的特点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事中心副教授 吴建中对本台表示 现在新东方找到了美丽农村 振兴农村作为新东方的样板工程 直播带货就是助农 也等于帮助公司 今年1月 于敏洪曾经在个人的 微信公众号发文揭露 2021年新东方公司市值下跌了九成 员工辞退6万人 营收减少80% 新东方有办法靠直播带货 起死回生吗 曾经担任8964学运的南京高校学运领袖 吴建民接受本台访问时 却对新东方乃至教培业泼了盆冷水 我个人判断 很快这个火就会给党国又把它灭掉 共产党不会允许任何人 不按照他的指挥棒来算的 尽管自己在直播火了 但是农宇辉谈起过去一起交收的伙伴们 下岗了忍不住哽咽 我还挺想他们的 他们那么好 还挺想他们的 我现在都没有舍得解散那个权力 虽然没有人发消息 吴建民感慨 华人世界父母再苦再坏 都会全力栽培孩子 教英文应该是一个朝阳产业 而不是西阳产业 他说共产党训练下的党国官员 对海外对西方天生的排斥 他们认为学英语 最终不就是要跟西方打交道 普通老百姓不需要 吴建民下了个注解说 现在中国从教育起步 把中小学教育考核取消 这是回到文革时代 因为文革时代是不学英语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各界17号 提前在台北 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87岁生日 达赖喇嘛已经13年 没有访问台湾了 也包括在蔡英文总统的 6年任期内 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 洛桑兼参说 台湾信徒都希望达赖喇嘛 能够四度访台 民进党籍副秘书长林非凡说 相信达赖喇嘛就在台湾 也相信他会再来台湾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机构 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17号晚间提前在台北浮华饭店 举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87岁的庆祝会 因为新冠疫情缩小庆祝规模 不过和往年多为佛教徒 在台藏人和学界出席的不同的事 此次少见有外交部门等多名台湾政府代表 以及美国在台协会政治官傅立文 德国驻台代表许佑格 印度台北协会副会长到场 为达赖喇嘛驻售 达赖喇嘛驻台代表格桑坚称 这次提到达赖喇嘛曾经在1997、2001 以及2009年分别是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 前总统任内访问台湾三次 尤其2009年台湾发生八八风灾 尊者更是在极度冲促下取消所有行程 由印度拉达克的山区一路舟车劳顿 克服旅途的不适 抵达台湾之后一刻都没有休息 立即就前往南部探望灾民 抚慰小邻村生者并为王者举行法会 慈悲的尊者只想尽他所能帮助受难的台湾人 格桑坚称说 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 致辞提到 尊者告诉我们要追求幸福 必须要利他 追求快乐必须要慈悲 他告诉我们 利他慈悲是解决这个世界 纷乱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 田中光说 田中光并未正面回应对达拉拉玛访台的态度 不过田中光强调 执政的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凡致辞则说 出席者还包括刚辞去台日关系协会的会长 承认民进党 府院党四大秘书长的邱毅仁 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邱毅仁致辞说 事实实上 事实上非常的坎坎坎 也非常的艰困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达拉拉玛访者 每次我看到的 都是那么样子的泰然 那么样子的自在 我觉得这是在许许多多 不管是在台湾 和是在世界上这些许许多多的领导者 所看不到的 那种泰然跟自在 邱毅仁曾经在陈水扁总统任内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2003年3月他参与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挂牌运作 以两个政府之间的对口单位看待台藏基金会与达拉兰玛基金会 对有关达拉兰玛访台一事他未受访表示意见 达拉兰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黄瑞柔致辞则表示 达拉兰玛过去在世界各地举办十轮金刚法会 如果能够到北京举办十轮金刚法会传递和平与慈悲 相信对华人社会和推进世界和平能起到巨大的作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将在7月1号回归纪念日当天上任 后任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已经完成组建班底 有些官员无法留任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名单 有评论认为北京清除林郑旧班子的人马后将继续从严治港的道路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上任 大家都关注新政府的新班子 李家超周五主动向媒体表示 已经完成主办的工作 也向北京提交名单 等名单通过后才能公布人选 他表示北京希望他的新团队能解决现有问题 团结社会 建造这个团队是施政理念一致执行能力强 建造这个团队是施政理念一致执行能力强 我们可以团结凝聚社会的力量 中央政府也希望我能组成这样的团队 希望新政府所展现的新气象 在将公布的名单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和感受 李家超承认新管制团队当中人士会有更替 感谢现任政府的团队 希望他们会用不同的身份继续为香港服务 在李家超表示 已经提交名单的同一天 多加清香港政府的港媒 透过内幕消息公布李家超班子的处刑 根据流出的名单 林郑月娥时代的特首办主任陈国基 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兼任港区国安委秘书长的职务 据了解李家超上任之后 他会更上一层楼 但林郑月娥的旧班子当中 会有五名官员不能过渡新政府 熟悉中国国情的时事评论员 楼卫少表示 新一届的香港政府班子 虽然北京会考虑李家超用人的意向 但最后的人选也要考虑 是否能执行北京治港需要 他表示将有机会出任政府师师长的陈国基 都有纪律部队背景 反映北京会保持以国家安全为重的治港路线 一切重言 现在信任的班子 主要反映未来北京治港的需要 中共的党看求是 说国家安全就是政权安全加制度安全 所以现在李家超 还有其他安全背景的官员 在未来的领导 他表示新管制团队的名单当中 也出现新香港人的名字 反映北京借新政府换班的机会 启用自己培养的人选 时事评论员双浦表示 没有留任的现任局长 都是林郑月儿的人马 显示中共想要透过换人 为香港政府换新的形象 同时也是惩罚有过错的救人 列德权 他当政治局的局长的时候 爆发了反送中 包括立法会的补选 还有19年去议会的选举 也是民主派大胜 得罪过共产党的人都会被请走 说郑若鸿是另外一个 最近也发生他现身判的 违反竞争条例等等 你看到这个有点追杀的味道 习近平基本上是对林郑元的人马 要把他清楚 白手套用脏了 他就换另外一只 要换一个新的形象 有法律背景的双浦表示 律政师师长的人选也值得关注 林定国曾担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 但因为受法律界质疑 没办法连任主席 双浦表示 如果林定国担任律政师师长 除了会加强香港对于示威者的检控 也会打压香港的意见律师 至于流出的新局长名当当中 仍然有不少现任的公务员和政务官 是否打破北京不满政务官治港的说法 双浦表示 李扎超的人脉有限 但北京没办法相信 商界的代理人和香港旧地下党的代表 只能启用政府的公务员 担任政治敏感度不高的职位 就亚洲电台记者陈止飞台北报导 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一路猛增 而在过去两年的疫情期间 这个数字仍然继续上升 分析认为 这显示习近平时代下 中共对公民的压迫愈发严重 迫使异议人士流亡海外并寻求政治庇护 而即使他们身在国外 仍有可能被中国政府以不同的方式送回中国 使他们无法完全免于恐惧 以下是记者吕熙 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离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最新的数据 在21年 有将近12万中国人 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 比20年增加将近一成 而20年的数字 也比19年增加了3.7% 显示增长趋势 完全没有因为全球疫情而停步 这个数据其实涵盖了 2020年2021年 这两个期间是中国基本上是锁国的状态 那寻求庇护者其实是很难出来的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数据其实是有创新高的 也就是说在2019 2020年 这三年 每一年的寻求庇护者的人数都在很深 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创导与研究专员陈敬杰向本台解读最新的数据 保护卫士更整合了从02年到21年的联合国难民署数据 发现自从习近平在12年上台以后 中国的寻求政治庇护者持续增加 而且远高于胡锦涛执政的年代 以21年为例 这一年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 已相当于胡锦涛执政最后八年的总和 而自从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 9年之间已经有超过73万中国人 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 值得留意的是 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香港 也只限于已经向各国移民局 正式提交政治庇护申请的人士 并没有包括以投资房地产换取黄金签证 或者以学生以及工作签证移民海外的中国人 陈敬杰表示 实际上用脚投票 轮到国外的中国人可能更多 至于最受中国寻求庇护者欢迎的国家 以21年数据来看 仍然以美国是最多 有将近9万中国人在美国寻求庇护 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李夏提表示 所约纪念北京在新疆兴建集中营 劳逸维吾尔人 迫使大批维吾尔人流亡海外 而他们在国外也不能完全免遇恐惧 流亡的维吾尔人一直都面临着中国当局 向他们所居住的国 施加压力 要求将他们拘留 并强行遣返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应立刻采取措施 为那些处于危险中的维吾尔人 提供足够的保护 他补充 不少维吾尔人因为各种原因 而没有护照或者已经过期 而他们逃离中国的时候 也难以携带更多 能够证明自己受迫害的文件 比如是公安搜查证 服刑或者拘留文件 法院判决等等 使他们在国外申请庇护的时候 面对重重困难 促请各国政府理解 向维吾尔人提供保护 陈敬杰表示 在习近平时代下 公民社会 异议人士 以至于藏人 维吾尔人等群体 面对更大的压迫 而习近平日下 现全球大规模延伸的执法行动 也让一些本来有条件 以黄金护照等身份 移民国外的中国人 转而申请政治庇护 以获得所在国政府更多的保护 这也可能是习近平时代底下 中国寻求政治庇护者 急升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发现到 自从习近平上任之后 其实还有这个猎狐计划 还有这个全球的 这个针对于 所谓的异议人士的压迫 其实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所以今天你如果是 只有单纯的这样的 这样的可能 移民居有的身份的话 你可能没有办法 实际上获得 不同国家的保护 那也许 透过这个寻求庇护 跟难民的 这个身份的 的申请 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保护 保护卫视今年初 就曾经发表报告 指出自从14年以来 中国已天网行动 以及下属的猎狐行动 把1万人 从全球120多个国家 前返回中国 虽然官方声称 这个行动只针对 经济犯罪者 和腐败滥权的党员和官员 而保护卫视的发现 这个行动 显然还针对异议者 或者人权捍卫者 而中共也会通过 威胁国内家人 直接在国外骚扰当事人 以及绑架等手段 把他们的目标人物 非自愿地送回中国 使他们无法完成 在国外的庇护申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吕希 英国伦敦报道 最近一块刻有176名 逃港离难知青姓名的 黑色纪念碑 在美国新泽西州的 横幅陵园落成 落成仪式吸引了当地上百位 各界人士参加 以下是记者孙诚的报道 在树木的气氛中 人们在落成仪式上 举行了佛教的祭奠仪式 本次立碑活动筹备小组成员 文革史研究者谭家洛 向记者介绍了活动参加者的情况 新落成的纪念碑 正面写有越山越水越界 越海阴魂涌存的对联 碑的背面 则写有176名 离难逃港知青的姓名 这些离难者 都是文革期间 以各种方式从广东偷渡香港 并在途中遇难的知青 谭家洛表示 目前他们已经搜集到了 超过200名离难知青的名单 并正在筹划建立第二块碑 目前刻上176个人的名字 是因为碑的一面 如果刻满的话 只能刻这么多名字 第二块碑的正反两面 都将刻满姓名 我们下一个碑的正反面 需要352个名单 我们在会收集 谭家洛介绍说 香港中文大学 在2012年召开了一场 关于文革知青问题的 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这个会上 知青偷渡问题 开始得到公开关注 在这之后 香港知青协会组织了一批 有过偷渡经历的知青 于2014年 在靠近深圳的吉奥岛上 立了一块离难知青的纪念碑 进行祭奠活动 但是 由于岛上的村民受到政治压力 后来不再欢迎他们上岛 人们只能在香港的 其他地方进行祭奠 另一方面 目前也有不少 曾偷渡香港的知青 居住在美国 因此 在美国建立 离难知青纪念碑 就成了有必要的事 现居洛杉矶 曾在香港参与 立碑活动的 香港作家金虹 透露说 在2018年时 香港的祭奠活动 已经受到很大压力 有人曾经想毁坏纪念碑 到2019年时 他们只能前往香港 刘福山进行祭拜 因为当时 吉奥岛方面 已经不允许 他们大批登案祭祀了 他遗憾地说 我们本来很想很想 在香港买一块地 真正的一块碑的 但是随着香港的环境变化 我们不可能实现了 本次新泽西立碑活动 筹备小组成员 陈建勤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讲述了立碑筹备工作的详情 当我们跟香港联络 他们有这样的意图 我们本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们看到 他们每年都去拜祭 但是现在越来越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想 如果我们能在美国建立一个碑 把每一位泥滥者知青的姓名 放在上面的话 这应该更有意义 而且在美国这个自由土地上 有永久保存的可能 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备了 他们的筹备小组于去年成立 募集了数万元美金 并在新泽西州的横幅陵园 买下了立碑所用的地 陈建勤告诉记者 在筹备活动中 搜集罹难者的姓名 是最困难的一步 因为已经过了五十几年了 那也是开始从我们身边的人 把这个消息发散出去 收集了大概七八个月吧 那我们还要尽量核对 让这里面没有出错 然后呢就去定制这个墓碑 谭家洛子告诉记者 从广东偷渡香港 在途中罹难的知青姓名 目前还没有被完整的搜集 他介绍了他估计的偷渡知青 及罹难者的数字 偷渡的人口就算中学生里面的一万人 那么死亡人数呢 应该就是一千到两千人 这个就比较保守一点 但是比较准确一点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 旧金山报道 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17号下水 福建舰与前两艘辽宁舰和山东舰 最大的不同是采取了电磁弹射 而目前全世界现役航母 也仅有美国的福特号 采用电磁弹射技术 但是福建舰仍使用常规动力燃料 与核动力航母相去甚远 外界指出 福建位于台湾对岸 航母以此命名用意明显 今天本台记者 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第三艘航母下水命名仪式 17日上午在中国船舶集团的 江南造船厂举行 003航母正式命名为福建舰 报道强调 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设 满载排水量为8万余吨 包括路透社等多家外媒 在报道福建舰的消息时指出 福建正是台湾对岸的 中国省份名称 航母以此命名用意明显 资深军事评论专家 齐乐意指出 电磁弹射效率远高于蒸汽弹射 小到无人机大到50吨的飞机都能弹射 弹射装置平均加速度比较小 使得飞机的装载可以增加8%到15%的重量 如果全用在燃料 在空时间可拉长 若用在弹药打击威力增强 再者 弹射的效率平均比蒸汽弹射高出三成 包括飞机出勤率 战力提高打击的目标也越多 此外电磁弹射是软弹射 对飞机的伤害小 可以让飞机使用寿命增加三成 也可以降低成本 从华耀式起飞一下 跨过了蒸汽弹射 直接移步到位到电磁弹射 从技术上来说确实是一大飞跃 然而就算是最先进的福特号 2013年下水直到2017年才服役 齐乐意提到 服役期间福特号遇到不少问题 包括电磁台射器 推进器系统 先进武器升降机等关键设备 经过大力改正才逐一克服 提到中国的战略耐心 苏子云解释 中国的电磁弹射不是天外飞来 而是追溯到2008年上海发展磁弗列车 磁弗轨道可以把30多吨的车厢浮起来 就能应用在弹射飞机 这是配套进行的工程 这一项技术来自德国西门子 当初西门子庆忽认为 中国磁弗技术仅用在民用 又能赚钱 没想到中国顺利转为军用 十几年下来累积经验很完整 美国福特号 它是第一次把电磁轨道放在航件上 可是它只用了几年 中国在上海已经运作了至少大概14年 而且每天的班次都是在累积它的大数据 在央视的宣传影片中 最后打上大大的深蓝深蓝字幕 中国海军已经迈向蓝水海军了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为女儿打疫苗制残维权多年的河南家长何方美 已经失踪近两年 有消息指 她的丈夫李欣则已遭判刑五年 罪名不详 人权观察人士王健宏在推特上还公布了一段短片 据说是何方美的姐姐6月在河南徽县 哭喊着要寻找何方美的下落 何方美的女儿因失打疫苗制残 她多年来维权上访 遭当地政府关押和监控 她2020年10月到河南徽县市政府门口泼墨抗议后 当时怀有身孕的她就失踪至今 中国外交官正努力修补近来国际媒体上揭露的 中国民众拿种族主义与歧视当敛财工具的行动 但有评论认为 中国官方的危机处理速度 已经难以挽回中国的国际形象 更有非洲国家的学者指出 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更显示 它不是一个认真处理种族歧视问题的国家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来针对中国网络上 以贩售非洲孩童视频引力的调查报道 其中一名叫陆克的中国男子 涉嫌强迫马拉维的儿童 用普通话说出充满种族歧视的话语 BBC的报道播出后 引起庞大的批评声浪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 16日以中国军事扩张 逼近危险临界点为题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亚洲越来越多的人担忧 中国大幅扩军 很快就会成为区域军事霸权 恐因此壮大胆量 对台湾发动战争 罗金表示 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上 就能够感受到这股急迫性 三天活动讨论下来 与会者普遍认为 中国积极在未来几年成为 亚洲主导军事力量 若成功做到 恐怕会动用武力征服台湾民主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